一些负责任的企业 生产的新产品都要经过合格检验 才能大规模的投放市场 比如说海尔生产的冰箱 当初就经过多次检验才敢投入到市场 所以海尔产品才会受全球的欢迎 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基于求成的企业 他们只重重利益 根本不在乎产品的质量 往往这些企业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 最近一辆特斯拉X在美国高速路上起火 导致车主不治身亡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这辆特斯拉之所以会起火 是因为它在行驶过程中 不小心撞到了高速路上的中间隔离山 这一撞不仅导致车子起火 还致使后面来的马自达和奥迪都撞了这辆车 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交通事故 而特斯拉的车主就在这场事故中身亡了 车主死亡可能是被后面两辆车撞成重伤 导致他不能逃离起火的特斯拉 从而被烧伤死亡的罢 而且据了解 这辆特斯拉起火后 消防员为了扑灭大火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可以想象这场火是多么的凶猛 其实特斯拉起火的事件有很多 甚至在中国也发生过 而原因也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特斯拉发生碰撞后才起的火 这不免让很多想买特斯拉的爱车人士 对这款车的质量问题产生了疑惑 一碰撞就起火的车子 质量是有多差 对车有一定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 特斯拉的储电能力强 他安装的三元锂电池有很强的供电能力 但是散热系统并不好 就会导致特斯拉在碰撞的时候起火 一个企业想要在市场上 占据领先地位 就一定要生产出合格安全的产品 才能获得别人的肯定